很多學生 很多同學的家裡 他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大家能夠一起來努力 跟青年港都 跟地檢署 還有所有社會的善心人士 來幫助 需要幫助的這些同學 這次常年關注孩童教育學習的 立法委員李坤哲 自己從不會言 小時候家境不好 甚至十三級貧戶 經常需要外界善心人士的幫忙 長大後有能力的李坤哲 用心將這善的循環回饋公益單位 十年來不間斷 同樣也在今年過年前身體力行 來舉辦年終助學活動 我小時候家裡比較困難 我家是三級貧戶 所以對於生活的困頓跟不容易 我感受非常的強烈 所以這十年來 我每一年的年終 都會辦理助學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就是捐贈一千塊 給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然後準備一些文具或者是生活物資 那我盡我的一些綿薄之力 也希望社會大眾大家一起來 幫助需要幫助的這些小孩 這次發送助學金總計有308位 聽說家庭的小朋友 每人除了有1000元獎助學金外 也提供有生活用品 李坤哲提到 個人力量有限 但會盡最大努力發揮愛心 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童 也希望充滿愛心的企業單位 或個人來共襄盛舉 一同在這疫情舒緩 和即將到來的農曆年 為家境困難的小朋友 來加油打氣 這兩三年因為受到疫情的衝擊 的確有很多的家庭 因為他們是做小生意或者是勞工 的確受到生活很大的衝擊 那社會上有很多善心的人士 他們有能力來幫助別人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敬佩 在這邊也希望社會大眾 有能力幫助別人是很大的福氣 那我們對於社會大眾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一起站出來 來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出錢出力 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十多年來 李昆哲將選舉補助款及年終獎金 化為點滴愛心 幫助了許許多多 有著同樣成長環境的孩童 也感謝三星企業和志工夥伴的幫忙 勉勵小朋友在這新的一年 繼續快樂成長 努力學習 未來一起攜手 回饋社會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